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有多特別的日子嗎 冬至 冬至我們要照顧 月首嗎 離鄉背景依然有團圓有家的感覺 那今年我們就買現成的囉 畢竟我只是業餘的 美食博主 見到我就想到食物是吧 我們今天因為是一年一度的重要的大節日 我們準備了湯圓 那也是一種在排練室的一種團圓 這是我們今天冬至大家團圓吃湯圓 希望大家好過年 祝大家先拜個早年 咸的湯圓還是甜的湯圓 當然是甜的囉 花生米千元 好事發生 花生米 對 我等一下會透視最大 那你們不拍我嗎 對 一二三 冬至 冬至快樂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一年的歲末 記得這個溫暖 然後不要被今年的低落打敗 然後大家都依然可以用很正面的能量 開開心心的迎接2021 我們一起加油 冬至快樂 好